吸盘安装编程教学。 2. 安装吸盘。 把6毫米气管插入气泵进气口。 另一端插入电磁阀。 把吸盘气管插入电磁阀。 把气泵电源线接到25拼端子。 正极接1。 负极接23。 把吸盘用螺丝固定在末端。 把25拼端子与控制箱IO处连接。 3. 调试。 打开上位机。 选择正确的创口。 点击暂停退出复位进入复位模式。 重新上电虚复位读取编码器当前位置。 进入视角模式,然后点击IO口。 点击相对应的输出口。 蓝色为高电频,灰色为低电频。 4. 软件使用语编程。 视频中圈出的位置是调节速度的。 在视角模式下点击更新才生效。 暂停退出是进入空闲模式。 进入空闲模式后再点击视角运行、文件、复位才有效。 待机位置和回零位置是让机械臂快速回到门位置或零位。 关节打印是在接收区接受到机械臂的关节坐标。 直角打印是在接收区接受到机械臂的直角坐标。 4. 视角编程。 打开上位机,进入文件模式。 点击运行文件头。 在视角模式下进入直线运动。 首先点击直角,再点击直角打印最后点击刷新。 此时接收区就会接收到当前直角坐标。 首先我们第一条先记录一个待机位置。 G00指的是关节坐标,G20指的是直角坐标。 然后我们通过控制XYZ移动使机械臂到达吸取物上方点。 选择G20指令,点击录指令,再点击录位置。 此时机械臂当前位置就记录在编辑区。 然后我们控制机械臂C,到达吸取点。 到达吸取点后,以同样的方式记录当前位置。 记录完吸取点后,我们打开Io。 点击对应的O口,接收区回接收到控制Io的指令。 E为高电频,0为低电频。 然后复制到编辑区。 再给一个1秒的延时。 指令为G06T等于1000。 然后我们回到吸取的上方点可以选择把上方点指令复制。 我们把指令复制到下面的方框,在视角模式下点击发送,机械臂就会移动到指令的点。 我们再次移动机械臂C,到达放置的上方点。 记录位置。 再把机械臂移动到放置点。 记录好位置后,关闭Io。 同样把低电频指令复制到编辑区,再加1秒的延时。 再次回到放置上方点。 最后回到待机位置。 这样一段程序就编线完成。 我们再回到文件模式下把程序下载到控制板。 然后在视角模式回到待机位置,等待运行。 然后点击,暂停退出运行,进入运行模式。 机械臂开始循环运动。 点击,机械臂停止运动。 然后点击,继续。 这一段时间是好感动。 中文字平均,继续。 中文字平均。 这一段时间是好感动。 但是几分钟,可能。